好,歡迎回來GFL PRODUCTION 今天我們繼續玩超級高達大聯鬥 可能你看到這個版面不在遊戲中 要怎樣玩遊戲呢?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分析整個星格戰的彈詞 為什麼現在分析呢? 因為我一定要預早出片 因為今晚的11點就會開始 連續兩天打星格戰 星格戰附屬整個活動都會有個彈詞 人物一個和機體都是一個 所以為了方便大家決定抽還是不抽 就先預早分析一條影片 等大家決定到時候抽還是不抽 事不宜遲,要去片分析 這裡是整個星格戰的驗選池 只有這四部機體給你抽 對,抽極都是只有這四部機 對,分別有防守的暴風 射屬的紫天使 機屬的... 即是呼阿瑪的Coin 以及這部攻守的上暴羅 對,是攻守的上暴羅 我們看看暴風 這部暴風高達是最新的 即Basta是最新的 我們看看它五星技能 它五星技能就是第一技 就是敵全體有特大傷害 而且同時間敵全體的SP會減25% 也有稀有的概率上面 一至三部敵機會行動不能的 即是麻痺了 另外二技就是四回合 我軍的命中力會升30% 全體 這部機體一技都OK 打星格戰都不差 但是呢 一來它要斟酌的一點就是 它沒有加攻的手段 雖然它減25%SP是OK的 至少令對方不會一個高輸出 不會打到一個大輸出給你 但是呢 老實說 多一句了 星格戰是要鬥快秒的 而且老實說 SEED已經有兩部 即是星格戰交換所裡面有兩部機 所以老實說 你問我呢 我覺得這部機是不值得抽的 是不值得抽的 是不值得抽的 因為它用處不多 而且它二技不是回SP 那我沒有意思 整部機就 好過沒有 叫做 是啦 坦白說 都不會用 是啦 反而呢 我們先講一下下一部 射屬的子天使 那子天使呢 就 一技就是 先看看 貫通超特大傷害 對敵單在貫通超特大傷害 另外呢 二技就是 我軍的SP會回25% 對啦 對啦 就用呢 就用40% SP啦 那要講一講 這部機呢 你抽回來呢 我當你可能今晚抽 那你抽回來 就一定要升爆 它的SP 才用得到 即是升爆了它 它的超發動 才用得到 它 無限回器 這個功能 那所以 坦白說 這部機 你問我呢 在00系列 你一定要有一部 VSP的機 那但是呢 這部機 值不值得 入手呢 我覺得 我會比較相確的 我自己有一部 對啦 我自己有一部 而且它有抽都會出 所以 這部機我覺得你抽到 都可以的 一來就升下 升下超發動 升下它的LS 下抽到Double回來的話 但是也有一句 這部機我覺得 可圈可點 因為它 墳膜是70% 所以 它最大的SP 是70% 所以 每當你用 要回器的時候 你一定要 夠 夠氣去 做第一回合回器 所以 其實 有點尷尬 這部機是有點尷尬的 但是 拜託 你抽回來 這部機是有用過 你的暴風 這部機 你起碼可以 我當你儲齊了 超發動 去升它的話 起碼 你都叫做 用得著 還有 你 帶遲 三星裡面 有它的三星機 可以做肥料 可以讓它吃的 對了 這部機這麼多說 一定是做回SP的功能 來的 那我們去第三部機 上部羅 那 公屬的上部羅 一技 就要看看 一技 就是 敵全體會突大傷害 受到 稀有 的 稀有的機率裡面 一至三體 敵機 會行動不能 的一回合裡面 那 二技 就是一回合裡面 一個 挑釁 防禦挑釁 意思是 一個半箱的防禦挑釁 意思是 叫敵機去打你 那 要看的就是 它這部機 都叫做 OK 都是打星格戰的 UC系列 但是 但是 一件事就是 它 有同樣的技能 打星格戰的技能 就是打全體的技能 有很多 我真的 這個月 出了很多 這段影片 都已經 開口口說了很多次 就是那部 結晶體的 Unicorn 以及熱源的 新字護號 所以 這部機 生存 能力 高不高呢 基本上是不高的 還有 它挑釁 可以再打 一些 超難關 但是 出得到的機會 有很多 大家可想而知 我自己也有一部 印象中 但是沒有出過場 做了倉管 不知道幾個世紀 封塵 在一個倉管 那 就 然後 然後 第四部機 就是 Full Armour的Unicorn 就是NTD version 一技 敵的Buff 會 D 然後 對敵 全體 大傷害 二技 就是 我軍的SP 會回25% 那 這一部 無二 我覺得 無二 一定是今次的 嚴選池 大獎 原因 因為它回到SP 之餘 一技 都做到一個全體大傷害 和Debuff 那種Debuff的大傷害 老實說 你Debuff是很重要的 Debuff 你打升格戦 起碼你 打到別人 也比較痛 因為它本身 機師發動的技能 都會掛在旁邊 有個字仔 那些 它都會加防加成 你起碼有這些 先Debuff 那你會好很多 或者它本身的技能 發動了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Debuff 可以用一個Debuff 它已經發動了 加攻50% 但是 到了你的時候 你可以Debuff 攻擊力 完全令到它沒有整個回合 或者可能 它本身打你很痛 準備打你很痛的時候 你已經Debuff了最痛 所以 我覺得這部機是很不錯的 但是老實說 這部機在星格戰定位上 在今時今日定位上 這部機 一定是完全去做回SP的功能 但是 如果你分工分得好 意思是 三部機裡面 一定有兩部做輸出 這一部就可能做一個SP回復 到最後的話 如果我當作 要把專家 包括Balage 發揚到最高威力的話 老實說 把所有成能去到盡 其實你到最後 都會做到一次技能的輸出 所以 這部機 我覺得模擬是大獎的了 就算你抽不到結晶體Unicorn 抽不到新智慧號 起碼有兩部 都打得挺穩的 但是老實說 我不建議大家深追了 這部機有就固然好 我覺得這部機一定是這個詞的大獎 因為它一技可以做到一個少少的輸出 起碼你去到最後的時候 足夠SP 放到一下的輸出 可能是撿雞那一下 就靠它 所以我覺得這部機是不差的 所以建議 如果入池 拿這部機做目標 這部機本身性能不差 如果你沒有這部機回SP 如果沒有這部機回SP的話 你就要找一些一兩星機去回SP 上五星去回SP 是件頗危險的事的 雖然呢 除非真的有結晶體Unicorn 和機屬的新智慧號 我覺得是另作別論 因為你已經有基本上可以最快瞄到對面隊的技能 但是呢 因為一星和兩星機 出生的名字是皮薄 血薄 被人打一下 就很痛的 對啦 你要回 根本上你戰艦都不夠他回血了 即是你回了一個三四次 你回不了很多次 所以就 我建議有一部這樣的機是最穩的 對啦 那 所以呢 入池 就建議這部去做目標 還有呢 如果你貨金抽呢 它會送這些叫做超發動給你的 對啦 每一次入坑呢 每一次用貨金抽就送五個 對啦 即是 防屬的涉系啦 涉系防屬的超發動 以及射屬Double系列的超發動 Unicorn 就 UC系列的功屬和基屬的超發動會給你五個 那你基本上 如果你要存齊到30個 一套30個的話 起碼你要 大概 先 要抽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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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時你這部 可能你抽到 幸運的話 你抽到很多一部Unicorn 回來啦 然後就吃超發動啦 還有 吃 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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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疊 疊這些東西 實在太討厚了 對啦 同是 今次的稱格戰賤 都不值得抽的 對啦 除了那部Unicorn 如果你沒有的話 趁現在追是最好 對啦 如果你老手又好 或者你中手又好 從來沒有這部Unicorn的話 我也建議追這一部Unicorn 都不錯 它本身 看 先 二百五十石就可以10抽的嘛 還有我建議課金抽都不頑皮,老實說你千五金抽抽一次 好,那就不講這裏了,就講人了 好,基斯系列呢 基本上基斯系列其實我不想太多分析,因為這四個基斯都不行 不得的意思是 是古董的,唯獨是迪亞高,即是這隻,斯系列是渡暴風的這個 是叫好一點 因為叫做最新的,好像是 半年前,不知前幾個月,總之對上那次斯系列是 啊,斯系列是打星格戰的時候 他呢 就是第一次出場的 先說一下他的技能 說一點點,略說 我覺得他 叫做好一點點,因為他略技才有回合限制 其餘呢,就沒有什麼回合限制的 而且他的數值也不頑皮的 當然要專家了一些他啦,即是對應了一機啦,要坐回 意思是暴風啦 其餘呢 我覺得呢 一般的 其餘我覺得一般的,因為他最主要是略技 我們限定了三回合,所以 在這一下上面呢 就 輸出呢 有點叫做 很快結束 其餘的數值都可以 有都可以的 而且迪亞哥的出場率實在太低了 因為你伴隨著暴風的出場,暴風沒什麼出場機會 更加難 所以我不建議 對啦 對啦 然後呢 這個Lock Off 這個Lock Off Lock Off 完全是廢技 對啦 第一技就已經是一回合,即是古董技能來的啦 但是呢 加命中加回避 2技加命中加回避 3技好一點點,全Buff 但加15% 其餘呢 第4技加命中 又是沒用 所以呢 整體來說這個Lock Off 如果你沒有,你就可以進入一個 趁現在 因為你嚴選時就容易入手 對啦 這個 然後這個 羅莉 羅莉傘 羅莉傘呢 這個是 第二勁的羅莉傘 因為它第一勁的已經是 是人物製的 這個其實都OK的 是上一個版本的 技能來的 人物裏面 人物技能是上一個版本的 但是呢 就OK 是因為他 你看出他的樣子 就出場機會一定少 出場機會少意味著呢 他的 技能數值一定 不會差得去哪 對啦 那 講小小啦 基本上呢 一技二技就 5回合 的 5回合 用了他的最高數值 發揮到最盡是頭5回合 但是呢 要說的就是 他減防 減傷 加工 其實做得很好 都不 很矮的 都OK的 數值上都跟到 暫時要跟到這個版本 都叫做 但是就 他出場機會 也是那句 對啦 搬隨著 雙波羅 的出場 他 能夠出場的機會有多少呢 大家知道了 好了 來到 巴拉茲 巴拉茲呢 我也準備出一條影片 去做一個 人物 人物系列專 分析的 對啦 那這個巴拉茲呢 就 一句說完 其實我想看都不想看 垃圾 一句說完 頭呢 我記得一個加命中 一個加防禦 沒有用 三技呢 加 什麼都加 但加5% 少到死 然後第四技呢 叫做最高的 一回合加28%攻擊力 減防減命中 基本上都是沒有用的 對啦 還有28%老實說你 沒錯你大部份都 這個數目字裏面 是都叫做 高過某 現今時代的 某一些 角色的數值 但是 一個有鬼用呢 一回合 要去死吧 沒有用 直接沒有用 對啦 這個是古董 開遊戲的 開遊戲以來 第一個 巴拉茲的 廢 那如果你要呢 Sorry 如果你要呢 要巴拉茲 你最好在今次的大池 抽他 對啦 他是最好的 大池是這樣 今次的星格戰呢 說多一點 今次 看看星格戰 有沒有 可以按進去 他的預告 好像沒有 看看 對啦 沒有的 好 今次星格戰 就看到 用彈池說得 對啦 今次的星格戰呢 就有C系列啦 WO系列啦 UC系列啦 W EW W的E德版啦 對啦 都有的 就原組又有啦 大家可以 砌你的理想組合 或者你最強組合 出去應戰 就可以了 而 星格戰 出不出一條攻略片呢 我就還在想 如果 老實說 如果我出 星格戰的攻略片 我一定是土豪式的 放下去 拍片 意思是 我會拿最強的機體 拿下去 拍片 未必大家都追到 對啦 所以我都 我還在想 會出不出片 未必會出的 未必會出 真的未必會出 所以你看不到這條片 都 對啦 即是 或者這麼說 如果我出片 就 或者這麼說 或者這樣說 你星格戰 要盡快過的 你一定要有一部 全體輸出的機 越高越好 譬如你 特帶 全體特帶輸出 基本 超特帶 最好 極大 更好 全體極大 更好 但是呢 只有一部機的全體極大 就是 結晶體Uni-Conner 還有 如果你譬如 簡單來說 你做到加工50% 單機加工50% 或全體加工50% 然後有 全體特帶傷害 這部機是OK的 你起碼可以入場 打到的 而且最好就是 這部機的技能 最好就是吃Ls 以及吃1.9倍的Ls 1.5倍都可以的 還有 加攻擊力的 Lv123都可以的 其他一個 Ls 下去給這些機吃 是 不錯的 起碼 你要不斷瘋狂洗 洗到 一回合打爆 一回合過板 一回合過板 這樣才算是最穩定的 否則呢 很難穩定輸出 過到板 對啦 都有一句 鬥快秒嘛 這遊戲 那 所以就 祝大家在這個 升格戰 做到完碎啦 我做到一次完碎那麼大把 對啦 還有 還有那句 要抽就趁現在 好啦 影片分析到這裏 不再分析了 記得按讚和訂閱啦 如果有什麼 想給意見 我都歡迎在 留言 下次見 拜拜 拜拜